大家好,今天是4月26日星期五 4月期指 在下個星期就會結算 不過應該是在這個星期 已經開始做鑽倉的行動 門點也好,今天港股油再升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經濟報的文章都會知道 我會說中東的資金財神又來了 A股的北水又來了 所以基本上一半就會來好了 不過人呢 是有一個叫做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城 因為港股和A股真的很差 跌了這麼多年 去到172的人就會有一個172魔咒 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 那就死了上去 很簡單而已 很多時候我們有些東西叫做三頂二破 三個頂,四個頂 那就破一下 那當然啦 你說升上去之後會怎樣 如果大家朋友又站得住的話 這個觀眾 在這個節目上 很早已經提出了 港股 是會上去 在6月底之前 是見到183至185 以此更高 現在很多人都叫做180 沒什麼所謂 不要緊的 怎樣叫都好 不要緊 最重要是自己有沒有錢賺 今天呢 升的板牌多了一點 有哪些板牌升 看著 半導體是好的 為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半導體會好呢 我不要只想著會有些什麼 7納米呀 3納米呀 1納米呀 0納米呀 超納米 沒有用的那些 我告訴你 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 成熟的工藝製成品 即是一些 28納米 而128納米 都是需要很多的 整個中國的北斗系統 是用28納米的 OK 有什麼大問題呢 很多的車 用28納米 128納米 都可以的 不需要完全用 17納米 那些是因為 細型 車有多大 塞多幾件晶片 就搞定 你說它會浪費電 沒有問題的 浪費電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太熱 有方法解決的 冷卻系統 水冷系統 什麼都可以 所以在這點 中國現在的芯片 其實 美國打不死 我們是成熟芯片 即是 什麼叫成熟 即是煲白粥是否成熟 煲白粥很成熟 很多人都會煲白粥 不煲得好不好的另計 我倒死了很多人 不會像我那樣煲白粥 因為我是賣白粥死家出身 所以在這點 最需要的是 只要你那些做得到好的 有大眾銷量 讓它解決 所以半導體 是可以 不要只是 被人打壓7納米 不能只看中心 中國有很多其他的芯片廠 軟件服務 很簡單 你開設多了些車 多了成 軟片就好了 汽車也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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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好部份不好 是不是 因為有些人一定是虧 到時倒閉 當天有電動車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 美國在1900年代 有1500間汽車工廠 到後來現在只剩下3間 我對汽車方面的認識 我對汽車方面的認識 比較上是 因緣巧合 我對汽車工業展覽 以前做過 全中國第一個 汽車工業展覽 最近有一個 北京汽車工業展覽 確實 當時 都是由我們公司 帶去的 第1個汽車工業展覽 上去 就是這樣 日後我再寫這些 當時 弟弟 跑去日本 底特律 法國 招商去做汽車展覽 包括德國 之後有很多故事 黃金繼續升 地產 地產也好 為什麼呢 我們不要以為 息是會減 對不起 息是不會減的 除非美國有金融危機 因為息這件事 是美國要來打壓中國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所以你不要說 日本人又要加息 什麼 你也傻了 日本人是要配合美國去打壓中國 以息口市場 匯率市場 來打壓中國 所以日本人會加息 日本人會加息 沒有什麼 所以日元就會下跌 錯 錯 錯 日元一定會是 不是日元 日元一定會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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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下跌到中國的出品 比較上 貴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開始把電動車 拿去日本那裏 是不是 現在有部分日本自己做的車 是可以比比亞迪某的品牌 就用這樣來支持你 所以你看看 現在這個匯價是一個政治匯價 你不要再跟我用經濟的理論去說 包括很多的美國的數據都是政治化了 是會造假的 你說的造假不是我正常說的 摩根又說過 高敏也說過 美國銀行也說過 那怎麼辦 我是造假的 你激 啊啊啊啊 這樣 所以 現在我們很多事情 不要只看經濟層面 多些考慮政治層面 這樣你會比較容易好一點 好了 半導體 咳嗽聲 這些就升了 這些為什麼 SM522做什麼 因為它做崩裝技術 一定會用多些 精緩半導體 你看看 精緩半導體上海波太那 這些是綠綠半導體 中心半導體 是不是 這些都是一件事 品質掛藉做什麼 做那些 做那些 都是一些別電出版的 遲些還有 什麼什麼 還有 建築即層版 那些東西來看看 都可以有的 軟件服務 接下來就是這些 還有一件事 再跟進去看看 就是 汽車啦 汽車在個別的時供有這些事 就升得多一點點 那其他那些呢 就是 連恆大都說會升 真的 真是 是 遙遙頭啦 資格說 再跟著貴金屬 這些你看到全部都是升的 很簡單 這件事 跟著地產方面 地產方面 你看看 中國新城鎮的地產 建業地產 都會有 啦啦啦啦啦啦 喂 國內來的 為什麼這東西不能死 因為它不能死 為什麼不能死 因為阿爺舊地產有很多種方法 我遲些再寫一下 有一張叫舊換身 好了 那說一說看看有件事 那這些是 其他的大牛龜的板塊 很簡單 繼續在升 那在升之後 再跟著看看 這個 行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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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到星期一 星期二都可以有機會升 我昨天已經說過 昨天的成交量一定會多於之前那天的有機會 那真的多了 那今天又在這裏 如果今天的成交量都能達到五日平均成交量之上 是應該很好 因為理論上 今天 星期五 成交量是會低一點 因為有些人 會 不肯買東西 等等 等星期一等等 所以這就是一張 在這點裡面 沒什麼好說 172已經去到這位 172已經去到這位 現在就是176 其實 到180 183 其實很遠 很近 所以我都可能猜錯了 不需要到6月30日已經去到183 6月30日可能要改改到20,000 但這些暫時 暫時 看看吧 好嗎 不需要那麼興奮 市場是會告訴你 你做錯了 市場會懲罰你 做對了 你沒有買到市場都不會 公賀你 好了 我們看看 可以今天留言 什麼股票 第一樓宇 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